我是林心培 我的外號叫做金剛芭比 因為我身體裡面現在有39根鋼丁 這輩子會跟我一起生活 我在4歲的時候有一天在5歲之後醒來 我發現我的雙腿不能動了 那時候開始發燒 開始無法自省排尿 才發現好像不是只是腳麻麻的問題 好像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那醫生當初找不到病因 所以沒辦法治療 以至於我在癱瘓之後 花了5年的時間去就醫 我們大概前前後後從台北到墾丁 只要有醫院有一點點希望跟奇蹟 我們就會去試 可是最後我們找到的答案是醫生說 被病毒感染 可是他們查不出什麼病 所以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療 後來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廣告公司找上了我 有一位導演叫做Steven 他帶著我在30天之內走完了10個國家 才發現原來這世界這麼大 有好多事情我在台灣是沒有見過的 我突然覺得那時候的我自己好自由喔 這就是人生 旅行對我來說曾經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連出家門都有困難 後來我做到了我發現很多事情 只要規劃只要做好功課 只要打開自己的心去嘗試 其實沒有不可能 不管在台灣或在國外 我覺得有機會我都希望 坐在人影上的我們可以走出來看一看 即使是家裡附近的公園都好 星陪坐著輪椅 用100公分的視角探索人生 擁抱世界 只要前方還有路 還有美好的風景 他就會勇敢前行 我是姜美琪 只要有夢沒有不可能